1分之1的這個分數嘛 25分 好 那再來出題 這一次我猜3好了 聽說猜3成績會最高 這兩個這樣 評分 28.7 那有超過那個25分 那最後需要一個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還要把成績比對一下 並且去計算出來到底得幾分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你會發現像這樣的系統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你就去網路上抓題庫 抓下來之後的話 你就誒 過來過來過來 書唸完了沒有 唸完了嗎 來 試試看 就讓它作答 作答完之後的話你就按一個評分 就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做完 那其實各科都可以喔 國音 數理 化 地理 什麼歷史 什麼通通都可以 只要你網路上查得到題庫的話就好了 那其實像那個 像各科好像喔 應該都拿得到了 像學校裡面如果你有認識學校老師 都 出版社都會給那個所謂的光碟 而且題庫光碟都非常完整 那個題庫光碟裡面的那個內 那個題目都可以會出成像這樣子 那如果說有這東西的話呢 你家裡有小朋友就不用補習啦 每天跟他講說你趕快看書 我等一下就這個範圍 出一個題目給你 你就馬上做做看 沒有90分的話呢 一分打一下 這樣他成績應該會突飛猛進吧 如果你也很花式 但是你要會利用VPA來寫這東西 那會很困難嗎 其實基本上不會很困難 就是要懂得這一套東西去使用它 那首先的話我想你們先試著 第一件事情非常簡單 RAMD 把這個地方呢 輸入一個RAMD之後的話呢 再貼過來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這邊 那這裡的話呢 請開啟喔 這個example裡面的這個 16的這個地方 把它開起來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